又有黑眼圈 我又有点点泛红 我又有肤色不均匀 我又有肋钩 就是瑕疵都要怎么办 这一盘太适合你了 黑眼圈和肋钩怎么遮 蜜黄色用来做提亮 肋钩的地方 它这个地方空起来 它的这边已经是熬夜熬出来的 好看一下 它这边的肋钩就没有那么的深了 用蜜桃色去遮黑眼圈 我口上做的一个调色 画在我们的肋眼圈的位置 它不融开 它就会干 或者会厚 用的美容纸轻轻地拍大 它融得超快 然后我们再用气垫 轻轻地往上去做一个叠加 看 黑眼圈基本就不见了 如果你是比较偏放红的话 红色要用绿色来调 如果觉得这个绿太过于绿 你可以调 然后在盖子上 去把它的颜色调得没有那么的 把我们的绿色放上去 直接用化妆袋 你看这块位置没有放红了 再去用粉底液或者是气垫 去做一第二步的遮盖 黄色是提亮的 让你的皮肤鼓起来 明黄色 把我们的山根 你看山根站起来 看到了没有 每次用的话 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去使用 然后我们可以用手指在旁边晕染一下 让它都步步更加地自然 视觉效果凸出去 然后比如说我想要我的鼻子 都很可爱的小翘鼻 鼻头上会稍微地有一点点的颜色 或者是鼻头稍微地有一点点的拉长 或者变翘 你看这个鼻头 有没有